那么宏观经济学和我们上一期讲的微观经济学 他们都统称都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们要谈经济学的话 它的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这两者实际上首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一他们的区别是明显的 就是宏观中的宏就是大的意思整体的意思 你比如说我们以研究对象来说 如果说微观经济学专门研究的是家庭和企业 以及单个市场的这种行为的话 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甚至一个全球作为研究对象 这是他们的范围就不一样 难怪英文的前缀都应该知道 micro就是前缀的微小的意思 就是个别的意思 而macro这个是大的意思 所以从英文字母上中 基本的英文的前缀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 另外研究的方法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决定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说 微观经济学里的微观呢 着重用的是各量分析方法 像我们上一期讲的产品的价格和产品的产量 或者是销售量 它都是一个个体的概念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这个一个企业生产的电视机的数量 也是可以计量的 但是以此不同 这个宏观经济学中 它所涉及到的绝大部分是一个总量的概念 你比如说我们谈总产出 这是待会儿重点谈的 一个经济的总产出 那显然它不是由一种产品来代表 而是成千上万种产品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谈总产出 那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不能用微观的个体的概念来理解了 另外呢 微观经济学当中有价格 宏观经济学中也有价格 但是这个价格可和微观经济学里又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宏观经济学里的价格是指的是价格总水平 那价格总水平可不是一般常人能直接观测到的 或者说感觉到的 它呢 实际上得需要一个国家的统计部门来收集相关的数据 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编织这个价格的数据来发布 你像我们国家每一个季度就要发布一些这个主要的经济数据 这些经济数据呢实际上都是绝大部分是总量数据 所以这些呢就告诉我们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它的研究对象不同 研究的方法也不同 另外呢 它们的历史啊 也决然不相同 微观经济学里的这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啊 它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那个时代 所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的历史应该很长啊 你看从亚当斯密1776年的这本国富论出版算起 那也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而宏观经济学呢 却非常的年轻 怎么叫年轻呢 那你们就在这个课程中记住一个年份 就是上个世纪的1936年 宏观经济学的正式的学术上的 被认为它出现的时间 就是上个世纪的1936年 这个1936年呢 英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193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 所以大家看 这个无论微观经济学的年份 还是宏观经济年份 都是以某一个学者的一篇 或者一部有影响的书的出版为年份的 比如说大家也应该学啊 你们现在学正式经济学啊 那应该问你们啊 说这个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版时间 第一卷的出版时间 那你们应该都得记住的啊 就是这个 这都是那个学了资本论 比如说学了正式经济学 说不知道资本论哪年出版的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啊 因为在这个经济学领域当中 这些事件 这些著作的名称人物以及时间 当然甚至包括地点 都是这个最基本的常识 人们老说这个某一个人 知识妙广 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一些小知识 那某些人就知道 那如果人家问你这个东西 你就能说出来啊 这个是需要加以细心了解的啊 那么宏观经济学的问世时间是1936年呢 是凯恩斯在这年当中出版了一本名著 这本名著全称叫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因为名字相对来说比较长 但是再长也没有那个亚当斯密那个长 亚当斯密叫他的书的全名叫 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 这本书那个字眼比较长 所以人们就给他简称为叫国富论 而凯恩斯这个论 这个就业利益和货币通论也显长 干脆就叫通论 通论 这个通论的英文缩写很好记 就是General Theory General Theory就是通论的缩写啊 所以在这本通论当中呢 凯恩斯这个主要研究的是爆发于上个世纪 1929年到1933年的 这个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大危机 这个大萧条大危机呢 直接给这个西方经济学 以及西方国家的政府带来了这个挑战啊 所以呢 这本书是非常有影响的 而且是最经典的一部学术名著 但是有点遗憾的是 这本著作呢 挺难读的 这个难读呢 是公认的 就是在经济学的领域当中 最难读的书 其中应该也包括凯恩斯的这本通论 那这本通论的这个中文版啊 现在很多 就是有各种出版社印的啊 就是翻译出版的 呃 主要原因呢 就是著作全法规定 就是这个作者去世以后50年 这个版权就不受保护了 也就是什么人都可以翻译 什么人都可以出版 所以这些书就没什么事 相对来说 你看我们国家也一样啊 如果按照知识产权的话 什么三国水虎 红楼梦 哪个出版社都可以印刷 原则说都应该是这样的 就已经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就是这样的 那这么比的话 我们看啊 那宏观经济学它的历史就太年轻了 如果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两个不同的学科 用这个人的这个成长来比的话 那就是 微观经济学相当于一个是一个 这个宝经风霜的老人 而这个宏观经济学是一个 这个青年吧 或者少年 那就是这样 那么当然老人有老人的长处 青少年有青少年的优点啊 你比如说 微观经济学领域当中 相对来说啊 这个理论比较成熟 比较成体系 变动的一般不是特别大 而与此不同 宏观经济学呢 它因为年轻 所以呢 它的理论呢 是有生命力的 就是某些 这个时候提出的 当时看来是新的理论 结果呢 经过时间的这个洗礼 人们发现这个理论又过时了 又不适应于这个时代了 所以很快就被淘汰了 而新的理论又不断的提出 所以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当中呢 这个宏观经济学似乎是生命力 这个活力更强的一个学科 如果你们当中有些人有置于这个经济学研究的话 那宏观经济学是真有挑战性的 比如说现在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那有很多人就致力于研究 这个显然是一个总量的宏观经济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而且这种经济危机产生的激励是什么 以及以后如果出现这样的全球金融危机 那么人类有没有这种方式来应对这样的新的挑战和困难 这些都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宏观经济学 它研究的重要意义 研究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可以从三类不同的经济当事人和经济主体当中来理解 我们也就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类就是家庭和个人 这是一类重要的经济主体 我们当中我们都是其中的成员 那么宏观经济学 它从表面上看是研究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 但是我们毫不怀疑的说 就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 对生活在这个经济体当中的家庭和个人 是有着非常明显和巨大的影响的 那么为什么呢 很显然 比如说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一些英界的毕业生 他们要求职 那么求职的环境 实际上密切的和宏观经济的形式相联系 我们显然可以想象的是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比较好 很多单位都盈利的时候 那么很多企业和其他的一些单位 都会有更多的钱来雇佣一些人 聘用一些人 所以在这样的年景当中 那些求职者发现找工作特别好找 而且还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是反过来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那个求职者发现求职是异常困难的一件事 在这方面 实际上有些经典的教科书 就描述了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就是失业 它使得很多求职者 发现找工作非常困难 而且工作是没有挑选的一地 你即使找了的话 你要不干的话 有的是人干 这时候你发现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在特别严重的失业的时候 你像桑米尔森 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 他在描述当时29年到33年 那个美国大萧条的时候找工作 有一些景象 这时候等到以后 我们讲到相关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描述 那真是很凄凉的一件事 这都是真实的写照 所以我们说找工作 绝对和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环境 有着重要关系 当然你们当中也希望 当你们这些人若干年以后 毕业也求职的时候 也进入到这个年份 比如说在中国 现在正是你们那些师兄师姐们 正在到处投简历去面试考试的季节 那么如果你们赶上一个很好的 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 哪个行业都要人 而且要的人数还挺多 那这时候你求职的话 可能更容易一些 反过来则正好相反 这是对家庭的第一个方面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 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在进行理财 家庭的理财规划 这个理财规划 其中有一种项的一项内容 就是买卖股票 就是用股票市场 来试图进行一些理财的这种活动 炒股票实际上也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 你比如说当股票市场 看好发展的是很繁荣的时候 那么几乎所有的股票都涨 很多炒股的人是特别高兴 就是说我今天买进这只股票 结果没两天就涨了 你要是忍不住的话 一出手又能盈利 这时候你心情会非常好 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国家新闻报道 凡是股票市场好的时候 那些拍摄的记者都很高兴 照着股民的兴奋的状态 但是反过来股票市场下跌的时候 有些股民被严重套牢的时候 那心情可就不是那么这样的状况了 所以我们说家庭和个人的生活 实际上和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说明 第二层面就是企业 当然我们都不是做企业的 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一个企业它在市场中 生产它所选定 或者它所想生产的一些产品 但是这样一种产品的销售状况 以及盈利状况 显然和当时所在的销售地点的宏观经济环境 有着重要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的产品可以很有竞争力 比如说产品质量很好 性能也很好 价格也公道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要是人们的购买力强 那么很多人就会购买你这种产品 所以这时候这个企业发现 这个在这种年纪下 盈利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反过来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尤其是这个整个经济体 它的总产出都下降 使得这个社会当中的很多人的收入水平都有所减少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呢 就开始节省自己的消费了 而这个家庭和个人节省自己的消费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带来产品销售的这个负面影响 就是很多企业产品发现卖不出去了 卖不出去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并不是企业产品本身的原因 而是人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购买产品 所以呢 这个产品的销售就受到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日子是最难过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啊 一个企业在这个那个经济繁荣的时期 经济好的时期呢 它的盈利一般会高涨 而且呢 这个企业的这种这种产品的销售状况也是很好的 但是反过来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呢 企业的销售是很差的 我们最怕的是 你像那个站在一个餐馆的这个经营者的角度来说 最怕的是到了吃饭的这个时间 没人去进他的餐馆 或者是部分关掉他的部分的业务 这都是经常见到的事啊 这是对企业的影响 第三类经济主体就是政府 政府呢 它受到这个宏观经济的形势的影响 在我们国家啊 其实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在国外 尤其是多党制的政治体制下 这个经济的这个形势和经济状况啊 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呃 在美国 美国我们知道有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样的两个党派 他们之间的竞争呢 经常会在竞选总统的前期会出现 那么竞选总统呢 那么每一个总统的候选人都会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 竞选纲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经济领域的你的主张 你的观点 你的政策 而国外的那些选民都是理性人啊 他们的这个选票 都是说 我选的这个总统 他所提出的观点主张 一定是对我带来直接的好处 我才选你 否则我没必要选你 因为这个都是匿名投票 你也没看着我选谁 所以呢 这种选民的这个理性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我感觉到你提出的观点主张政策 对我有好处 我才拥护你 否则我就选另一个候选人了 在这种状况下 显然 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 对这个候选者来说 以及这个候选者 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承诺 就是你当选之后 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能够给这个选民带来直接的利益 在这方面呢 实际上有很多美国总统啊 都有成功的例子 也有失败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呢 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 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 他竞选总统的时候 很有意思啊 当时美国面临的经济状况 是很不理想的 结果呢 这个里根 那个想参加总统 就是作为总统候选人来进行 他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 在任的总统卡特 他呢和卡特来竞选这个总统 结果呢 里根他找了一帮经济学家 这帮经济学家呢 给他提出了一个 那个竞选的经济纲领 特别重要啊 这个竞选的纲领呢 还用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流派来命名 叫供给学派的经济学 供给学派的经济学 开出给里根开出的一个 这个重要的竞选纲领 就是一旦我当选美国总统 我就承诺 给这个 那个企业和个人 大幅度的减税 你们想象一下啊 这个税的这个诱惑力太大了 你想想 如果要是个人的话 我们现在不是全国人大 或者前两天国务院召开会议 专门研究那个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提高 因为这个温家宝跟那个网民对话 说那个 那个网民是出租司机 说我是每年 每个月挣2300元钱 但是按照国家的那个纳税标准 2300元只要超过2000元 你就得交税了 那我 他说我这个2300元 我还养那个一家老小 所以呢 这样的话就是有点不公平 就是说我本来挣的就少 那你那个什么 应该提高这个征税的起征点呢 那比如说提高到3000元钱 那我就免征税 这样的话 我可以用更多的钱来 这个改善家里的生活 所以呢 后来温家宝就说 说国务院最近要研究 那么现在的研究 就是基本上是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 据说是提高在3000元 就提高一个门槛 那那个2300元的那个司机可高兴了 我可以不用交税了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那个里根的竞选 里根的这个竞选方案一出 那卡特的那个竞选就显得暗淡无光了 因为你们想想 作为大企业来说 这个企业的税负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如果说这个这个里根要当选的话 能够这个承诺大量的削减企业的所得税 企业的税收和个人的税收 那你想让那些选民能不欢迎吗 所以里根在1980年的时候顺利当选 顺利当选 那么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在国外政党的竞争当中 这个选举的这个那个纲领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就是经济派 人们通常所说打经济派 当然还有什么政治派 外交派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 那个卫生的那个领域啊 等等 但我们说这个经济的管理 和经济的状况 实际上是非常 这个关注的 尤其是受选民的关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这个从政领域当中 你最后执行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方针 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都构成了你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